我舅舅不在了 你舅舅不在了 嗯 然后呢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送礼要怎么办 还要怎么办 送礼 嗯 送礼 那肯定送啊 是你舅啊 是吧 送三万 送三万 嗯 你说那么多干什么 亲啊 亲 都原来我妈的亲弟呢 你妈的亲弟 你妈的亲弟就要送那么多啊 都为家人啊 现在 不在了对吧 花钱很多 要花很多钱 所以我们多送一点啊 现在谁去世会送那么多 送三万 再怎么亲也不应该送那么多啊 是吧 几百块钱就可以了呀 几百块钱你也说得出来 那么亲 有谁去世送那么多钱啊 我可没见过啊 你这么厉害啊你啊 我可没见过 送那么多钱啊 人家都是送 送几百几百的 我们感情好呗 不像你们家 感情好 嗯 怎么个好法啊 就很好 我看你这个就 也好久 都没有来往了 一定要来往吗 真的是 要来往人家跟我妈来啊 难道还要来我这里啊 真搞笑 那跟你妈来往 那就来往呗 那也不应该送这么多是吧 送你人人都去世了 你送那么多 送给我表哥表弟花呀 送给你表哥表弟花 对呀 去世的是你舅舅是不是啊 就是我们就是啊 我们就给他倒个别而已啊 是吧 送三万 送三万 这太多了吧你啊 没得三两就送三万 送的太够了嘛 你这钱 这还够啊 对呀 那么轻 这怎么轻也不应该送这么多啊 我我家这边的亲戚啊 很轻的 都没送那么多呢 那是你家 那我 我舅妈呀 我舅舅啊 他们去世也没送那么多啊 那干嘛要跟你舅舅舅妈比呢 一样了呀 是吧 你舅舅妈和 你舅舅和我的舅舅也是一样级别的呀 怎么就得送那么多呢 我舅舅去世的时候 我家也就送几百块钱 是吧 意思你不送三万啊 你送三万你钱很多啊 我们工作一天才一百来块钱 一个月就三四千块钱 一年也就三四万 你这一送你 直接送了一整年的工资啊你 你还要不要生活啊 要啊 要那你还送这么多钱 那我们家还有钱的嘛 哦 你家还有钱啊 你你家有多少钱啊你啊 我哪知道 你又不让我管都在你那里啊 在我这里 有多少钱也不能送这么多啊是吧 我们那边习俗很麻烦的 直接送钱 嗯 你们习俗多得很 我看你家 我跟你讲要按照那些习俗 花的不止三万了 有可能五万 就直接送你送三万就完了 你们家那边是不是 呃 确实一个人就得赚 赚一笔啊 哪是赚啊 你看啊 一家送三万 十家就得三十万了吧 啊 那得看 一百家就得三百万了吧 那得看那个关系来 看啥关系啊 我们这个叫 是比较亲 亲 你都嫁出来了是吧 而且而且是你妈的弟弟而已啊 嫁出来也亲啊 真的是 那和我家都没啥关系啊 我觉得 和你家没有关系 和我也有关系 你这个人说是人话吗 那你跟我组建家庭了 是吧 跟我们这个小家庭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你就送人礼就可以了 送三万 就见最后一面就可以了 还送三万 到时候我一分都不送 我告诉你 好